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接缝 对于一个道路来说呢 上下面层在凶的时候呢都可能留下接缝 这个接缝呢有纵向接缝有横向接缝 不管是什么样的接缝上下的都不能形成通缝 并且除了上下不能形成通缝之外呢 对于左右也不能形成通缝 那么对于纵向接缝在规定的时候怎么要错开多少呢 好纵向接缝热接缝错开150毫米 或者是200毫米都是正确的 那么把热接缝换成冷接缝之后呢 它这个接缝应该错多少呢 在热接缝的基础上成为300到400毫米之间 而对于横向接缝 不管是热接缝也好纵向冷接缝也好 横向接缝都要错开一米 这个一米呢有同一幅的 同一幅上下面层之间横向接缝错开一米 不同幅 不同幅的 对于上面层横向接缝 上面层横向接缝 应该错开也是一米 比如说大家看这张图啊 只说横向接缝 这个位置呢是下面层形成的横向接缝 这个位置是上面层形成的横向接缝 应该错开多少 一米 这是上面层这一幅形成的这个横向接缝 这是另外一幅形成的上面层的接缝 横向接缝 那么都要错开一米 这是这个接缝错开多少 大家呢做个了解就可以了 主要考选择题 大家需要重点掌握的是接缝的处理流程 这个位置呢在考的时候主要考案例题 它是冷接缝的处理流程 那么为什么会留下这个纵向的冷接缝 横向冷接缝呢 好 在前面呢我们一直说 呃纵向呢是一条道走到黑 是不是 保证呢横向不留 不留冷接缝 那么对于这个宽度方向呢 我们采用坐带摊布机 替取摊布 保证呢是纵向不留冷接缝 啊 纵向不留冷接缝 那么在适用的时候呢 你想一下一个道路呢几十米宽 我不可能找多台摊布机 比如说十台摊布机 七台摊布 是不是 那么必然会留下纵向的冷接缝 而一条道路呢几公里长 我也不可能一直施工完了在下边 是不是 啊 所以说呢必然会留下横向的冷接缝 那么对于这个冷接缝怎么处理 大家需要重点掌握 首先纵向冷接缝 纵向冷接缝在设置的时候呢 一般它会设置这个挡板 设置完之后呢 把这个挡板拿掉 就留下了一个平起的冷接缝 为了保证这个浮一浮之间的 离青火热也形成咬合 怎么办呀 凿成茅茶 凿完之后呢 凿完之后 以正常情况下 是不是把这个接缝把它湿润 湿润完之后 再看不新的离青火热去 跨风碾压就可以了 但是呢 对于离青火热 我们这个位置不是湿润 为了保证离青火热 浮一浮之间的这个粘节是比较好的 粘节的比较好 做的是粘腾油 拖完粘腾油之后呢 那么正常情况下 那么形成冷接缝 我去带摊离青火热 跨风碾压就可以了 形成一个冷接缝 但是呢 它这个位置 它是冷接缝 效果不好 我要想办法把这条软化 怎么软化呢 我在已经摊不好的 粘青这个位置呢 我去 摊铺新的粘青 我摊铺的时候呢 要跨风摊铺一些 摊铺到这个位置 5到10公分 然后呢 利用这个新摊铺的料 把下层的材料软化 软化完之后呢 我把这一层材料缠走 缠走之后呢 再来跨风碾压就可以了 软化完 跨风碾压就可以了 好 但是呢 大家要知道 对于现场 我们在施工的时候呢 一般它是用这个摊铺机上面 自带的煤气储罐 用它去烤的啊 那么有的地方呢 写的也是酒精喷登 总之呢 都是软化的一种手段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跨风碾压 就是摊铺机器啊 骑到这个缝掌去碾压 好 那么对于横向接缝怎么处理 大家来看这儿 比如说呢 这是道路的纵向 纵向呢 我在施工的时候呢 前面是没有挡板的 一碾压 那么前面这个立心活道 就会往前跑 就会形成厚度不足的部分 将来呢 我在摊铺下 在接着摊铺的时候呢 就会形成横向接缝 那么横向接缝呢 首先我要把厚度不足的部分切掉 我就是用了三米的直尺 靠在这儿 靠在这儿之后呢 去切掉啊 切掉厚度不足的部分 切完之后呢 留下了一个平起的接缝 那么对于我横向接缝 在适用的时候呢 尽量采用平接缝啊 平接缝 精通泥水 同样的摊 同样的涂刷粘层油 增加前后罩之间的粘节 然后呢 再进行接查软化 软化完之后 干什么 画一个服饰图啊 画一个服饰图 那么这是一个前后摊铺的啊 这是后摊铺的 这是前边摊铺的 粘压完之后啊 摊铺完之后 我不能接着纵向碾压 为什么呀 前边呢 已经就这儿已经硬了 这个位置呢 还是软了样 那么将来呢 你直接纵向碾压 在这个位置可能形成错台 那怎么办 先横向碾压啊 先横向碾压 核心的方向垂直的碾压 横向碾压 粘压完之后 再纵向碾压 就可以了 好 这是对于横向切锋 它的处理流程 需要注意一下啊 好 最后呢 年压完之后 升屋成形之后呢 带材料自然降温啊 自然降温 降到50摄氏度之后 放能开放交通 在这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啊 不存在洒水降温 这一说 市政上不存在洒水降温啊 科沃公路的 大家学而要知道 科沃公路的公众教材上写着有啊 可以洒水降温的 市政上不存在 杀水降温啊 注意一下 好 最后呢 我们做一个总结 第一个 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透层 粘层和封层 透层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透层啊 透层 它什么时候去喷洒 尚未硬化啊 尚未硬化 干燥呢 成形之后 立即去喷洒 是不是 好 尚未硬化 这是什么时候去喷洒 而对于棉层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在什么位置要去用啊 什么位置 这个是时机 这个是位置 在机油构筑物的准备处 路原石的准备处 鱼水井口的准备处 鱼水井口井矿的准备处 那么另外就是什么呀 特殊的基层 比如说水泥混凝土基层 再比如说 沥青火灵碎石基层的表面 做的都是粘层 那么除此之外 就是粘层一粘层之间 那么另外呢 就是对于封层 要知道上封层和下封层 分别窝于哪 就可以了 那么另外就是 对于凑层也好 粘层也好 封层 什么情况下 不宜不应喷洒 就是一个是蜂蜜 一个是温度 再思考一下 那么第二个 摊铺作业 摊铺作业呢 我们为了防止留下冷缝 采取的措施 就是多台摊铺机 贴贴摊铺 多台摊铺机 贴贴摊铺呢 为了防止前后作业队之间 相互干扰 要有间距多少 10到20米的间距 为了防止漏铺 要有3到6分的搭接 搭接之后呢 就会形成搭接缝 要有 错开150到200毫米 200毫米 这是对于纵向接缝 纵向接缝 那么另外就是对于摊铺 摊铺的话 我们需要关注三度 摊铺的速度 普通绿性活量 2到6米每分钟 找平的方式 对于中下面层 对于中 对于这个下面层 和上面层用的方式 不一样的 下面层呢 我们用的是钢丝绳法 或者是路源时 平时去控制 而对于上面层 我们用的方法是 平衡量 或者是导量去控制 好 最低摊铺温度 与哪些因素有关 画一个图形 下层层的温度 沥青红红绕的种类 沥青红绕的厚度 以及上方的风速 和气温 和气温 接着呢 来看第三个 压实成型 与接缝 好 这个问题 大家需要注意 就是不同阶段 对于不同的 沥青红绕 它压实成型的畸形 以及压实的方式 好 那么对于出压 负压 以及中压 三种粒青红绕料 AC AM SMA 以及OGFC 在这儿 出压和中压 我都不再说 都是净压 净压 而对于负压 AC型的粒青红绕料 用的是轮胎 SMA AM 以粗料为主的 用的是 振动压绕机 振压 OGFC 是净压 钢筒压绕机 或者是振动压绕机 关闭振动 净压 净压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是碾压的原则 由低向高 另外就是紧跟慢压 高频低幅 或者是高幅 什么时候高幅 什么时候低幅 自己想一下 自己想一下 碾压的温度 你按照温度呢 怎么确定 与哪些因素有关 好 同样的还是画一个图 只不过呢 你画的这个图 好 这上面呢 与下层层的温度 是没有关系的 还有什么呀 粒青活绕的种类 粒青的厚度 扑上层的厚度 以及压路基 还有什么 上方的气温 气温是有关的 接着呢 是接缝的处理 对于接缝的处理 纵向接缝 横向接缝 他们在处理的时候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相似之处 好 纵向接缝呢 我在处理的时候 怎么处理 先凿毛 清除泥水 然后呢 考虑粘截 粘层油 再考虑软化 是不是 好 再来齐缝 碾压 就可以了 那么另外呢 就是对于横向接缝 横向接缝呢 在这个位置 首先第一个 与纵向接缝不同 就会形成厚度不足的 要把它切掉 切完之后呢 形成了一个平接缝 效果呢 非常好 不要再去糟了 然后呢 我们再接着干什么呀 清除泥水 涂刷粘层油 再来进行 接刹软化 然后呢 是不是直接就是 纵向 摊扑新的立体活道 纵向碾压了 不是 先横着呀 然后呢 再纵向压 这是它们的区别之处 好 接着来看开放交通 开放交通 注意两点 自然降温 降到哪 降到50摄氏度 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一个案例题 某城市主干路 横断面形式呢 为三幅路 三幅路 什么样子呢 大家来看这张图 在这张图当中呢 中间是机动车道 没有绿花带做分隔 中央栏杆做分隔的 在机动车道与飞机动车道之间 有绿花带 同样的 这边也有绿花带分隔开 所以说是一个三幅路 那么大家来看这 机动车道左右两幅 它是不是一整幅呀 是不是一整幅 那么在施工的时候 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 如果是一个快速路主干路 它的表面层 怎么施工 全幅三幅 是不是 好 接着来看 路面的结构 设计采用的是 粒心火金土 石光 上面层呢 是四公分厚的 SMA 杠13 这个石川啥意思 大家要知道 大家要知道 这个是粒心火烧当中 粗骨烧的最大粒精 13毫米 13毫米 中面层用的是 AC型的粒心火烧 6公分厚 20 最大 最大 工程粒精 最大粒精是 20毫米 下面层呢 是八公后的 AC型的粒心火烧 混凝土的 收工方案 有一下几点 上面层 上面层 也就是表面层 摊坡的时候呢 分左右两幅施工 每幅摊坡 采用一次性 粘压成型的 收工方案 两台摊坡机 梯队方式推进 并且保证 摊坡机机组 之间的距离是 4到50米 然后呢 上面层碾压时 铺压采用的是 振动压路机 副压呢 采用轮胎压路机 中央呢 采用是双轮钢筒压路机 三 为尽早开放交通 碾压成型之后呢 洒水降温 降到哪 降到八十热度 开放交通 指出力量活着 收工方案当中的 错误之处 并改正 好 改错 来看一下 施工方案当中 有几图错误 啊 如何去改正 好 首先 第一条 上面层摊坡 分左右 两幅施工 对不对 前面刚说过 这是一个主站路 这是一个三幅路 它上面层 上面层 中间激动之道 它是一整幅 那么我在 收了手一言 全幅施工 全幅施工 每幅斩坡 一次性 碾压成型的 收工方案 两台摊木机 去得散布 前后机组 应该测多少 10到20米 上面层 在黏压的时候 初压 采用这么压路机 上面层 是什么 这些活着 SMA 黏压时 初压采用的是 震动压路机 副压呢 采用的是 轮胎压路机 中压采用 双筒 钢 双轮 钢筒压路机 那么这个机型 对不对啊 好 我们说了 对于初压 应该采用 震动压路机 或者是钢筒压路机 但是要采用震动的时候 应该说明 静压啊 既然是改错 那么我们就认为 它是震动 把它改过来 改成静压 副压呢 采用的是 震动压路机啊 不是轮胎压路机 否则的话 会造成 粒青火罩 表面怎么着 散油 降低 做到深度 是不是 好 那么什么样的 粒青火罩 可以用轮胎呢 AC型的 粒青火罩 可以用轮胎 是不是 但是呢 这个位置 SMA 中压呢 我们采用的是 双轮钢筒 设加路机 没问题吧 没问题 啊 没问题 第三个 为新岛开放交通 密亚成型后呢 洒水降温 洒水降温不对 应该是怎么降温 自然降温 降到什么 从度 降到50摄氏度 不是80摄氏度 这是材料当中的错误之处 并改正啊 并改正 你在写的时候 先把错误之处 错误一挑出来 然后正确做法改正 正确是什么啊 这样去写啊 注意这个格式啊 错误一改正啊 有个地方呢 问你正确做法是什么 你要写正确做法 好 那么具体答案 我就不再多说 没问题吧 好 没问题 你接着往下啊 下面呢 看改新沥青火料 面层施工技术 这部分呢 主要包含两个烤解 一个是生产运输 一个是施工 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啊 前面的普通沥青火料 你只要学会了 后面也比较简单了 首先对于改新沥青火烤 正常生产温度应该与哪些因素有关啊 又是一个这儿来的考点啊 那么与哪些因素有关呢 首先 破装层的厚度 气候条件 熟悉不 熟悉吧 好 还有就是沥青火烤的品种 是不是啊 品种 那么另外就是粘度啊 粘度 这个呢 和前面的粘压温度呀 摊铺温度呢 要一定要区分开 你可以这么去记啊 你在生产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把沥青火烤搅拌均匀呢 你在半盒的时候 越粘 是不是越不好办呢 好 所以说与粘度有关 粘度粘的时候呢 温度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那么第二个 对于不同的粘性火烤 它的储存时间是不一样的 主要是因为 它中的孔隙不一样 孔隙越多 越大 散热温度 散热的速度越快 所以说 储存的时间越短 那么对于改性粘性火烤 它的储存时间呢 一般来说不易超过24小时 如果是改性的SMA 以粗链为主的 散热速度呢 稍微快一些 要在当天使用 而对于OGFV 大孔系开启被降噪 排入路面 所以说孔系比较多 散热速度特别快 应该怎么 随办随用 选择题 注意一下 好 下边 施工 第一个 弹铺 在弹铺的时候 对于SMA 粘性火烤 弹铺的温度 后边我们还会再说 粘压的温度 以及粘压重要的温度 这三个温度呢 数值 大家注意一下 选择题 好 SMA 摊铺的时候呢 是160摄氏度 摊铺的速度 改性粒氢 这个位置改性粒氢 1到3米每分钟 我们所说的普通粒氢火烤是多少 2到6米每分钟 好 对于初压 温度呢 不得低于150摄氏度 年压中了 不得低于90摄氏度 怎么计呢 这几个数据 大家可以这么去计 首先你在摊铺的时候 粒氢火烤 摊铺的时候 这个温度高一些 这个粒氢火烤的它们流动性 相对来说流动性 流动性 是不是更加容易摊铺 你可以这么去计 摊铺的时候呢 一流淌 我希望这个粒氢火烤呢 容易流淌一些 更加容易摊铺 一流淌 160摄氏度 而对于初压 你在尼亚的时候呢 由于钢轮压陆机上 如果说它喷洒的是什么呀 柴油 就会造成粒氢火烤的污染 所以说 易污染 压陆机上 轮子上脏 容易造成粒氢火烤的污染 那么其次呢 就是尼亚中了 活干完了 你现在要干啥 喝完工酒 是不是 90摄氏度 能记住吧 第二个 改型粒氢火烤 这个位置呢 没有说明 没有说明 它指的是FMA 易采用振动压陆机 或者是钢筒压陆机 钢筒压陆机 不易采用什么 不易采用轮胎压陆机 不易采用轮胎压陆机 对于振动压陆机呢 它的尼亚的原则 尼亚的原则 注意一下 在前面我们说的是 紧跟慢压高频 高幅 或者是 衣服 这是普通粒氢火烤 我们前面所说的 但是呢 这个位置人家说的是 改型粒氢火烤啊 改型粒氢火烤 它是没有高幅 这些说的 只有低幅 只有低幅 注意一下 那么对于SMA 我们在尼亚的时候呢 不得采用轮胎压陆机 否则的话 会造成粒氢火烤 被搓 搓它 挤压上幅 挤压上幅 造成构造深度降低 或者是泛油 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 说过了 这个后果大家要知道 好 下面呢 我们来做个选择题 下列选项当中 不属于影响改型粒氢火烤 正常生产温度影响因素的是 改型粒氢火烤的品种 选不属于的 品种有吧 好 这是生产 生产 那么与压陆机有关吗 这是碾压的温度 是不是 好 与粘度有关吗 有吧 越粘越不容易翻版均匀 是不是 好 下涡层的温度 这是摊铺吧 好 铺路层的厚度都有吧 好 所以说 所以说 这道题选择不属于的 应该选择压陆机和下涡层的温度 下涡层的温度 应该是温度 好 不管是温度也好 厚度也好 都不选 所以说 都不属于 所以说 这道题选择的是B和D 好 最后呢 做个总结 生产和运输 生产的温度 与哪些因素有关 想一下 四个因素 类型活烧的种类 改型类型活烧的种类 是不是 还有什么 出入层的厚度 以及 气候 还有什么 粘度 粘度 特有的粘度 那么储存时间 储存时间 对于改型类型活烧 它的储存时间是24小时 SMA的储存时间是当天 OGFC是多少 随办随用 随办随用 施工 摊铺 摊铺 一个是摊铺的速度 一个是摊铺的温度 摊铺的速度 改型类型 一到三米 每分钟 摊铺的时候的温度 不得低于 160摄氏度 出压时候的温度 不得低于 150摄氏度 年压中冷的 应该是 不低于 90摄氏度 压实成型 在这个位置需要注意一下 SMA OGFC 不一定采用 轮胎压路机 应该采用振动压路机 或者是钢筒压路机 那么另外就是 如果是采用轮胎压路机 会造成表面泛油 降低构造深度